騎車還抽煙被警方盯上 但男子沒有馬上靠邊停 而是加速逃逸 男子在入口急煞迴轉 想甩掉警察 但沒那麼容易 眼看警方就要追上 男子故意煞車 再吹油門 相當危險 速度太快 最後男子整個自摔 但他立刻棄車逃跑 躲進了停車場 警方快不追上 用手電筒照來照去 終於在一輛車子底下 找到人 你要出來嗎 嚇了 出來 這下子男子狼狽地爬出來 被警方壓制在地 原來這名30歲的男子 是越籍逃逸移工 他喝了酒還騎車上路 酒測值0.71毫克 一開始他還拿朋友的證件 謊報身分 想要假裝配合盤查 但是他眼神閃爍 甚至因為太緊張 還疑似失禁 讓原警真的好頭痛 疑似過於緊張 導致失禁 經代所後 經門所同仁 代往移民署專情隊 查證身分 確認系 逃逸外籍勞工 逃逸移工 已經躲藏一年多 這次酒家又抽煙騎車 為了逃跑 甚至躲進了車子底下 結果還太過緊張出糗 更被警方依公共危險 及移民法等罪送辦 注定賊心該拜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